百年时尚新千年翡翠琴 买A货翡翠将微信 11776270 计赏期内免费退换 让您花最少的钱带最好的翡翠 公元1740年10月 和属东印度公司在雅加达大规模屠杀华人 从10月9日开始 荷兰殖民者以搜查军火为名 哀家哀户搜捕华人 不论男女老幼抓到就杀 这场屠杀持续了七天 雅加达尚问华人被杀 由于这起惨案发生的地点之一 是一条名叫红溪的河 因此它又被称为红溪惨案 就是这样一起震惊世界的惨案 年西方各国都纷纷对荷兰殖民者 惨无人道的行为进行谴责 荷兰本国也立即撤去了 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的职务 并于1744年判处他侥幸 但当时清政府的乾隆皇帝 却并没有像荷兰担心的那样 做出任何报复性的行为 他甚至在知道这件事后 大骂华人活该 乾隆形容这些华人是 自弃王化 系彼地土生 使与翻名无异 内地为止不听召回 甘心久住之辈 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 其在外洋生事被害 涅游自取 也就是说 他们都是自己放弃了天朝上国的身份 跑到外国去就是外国人 而且在外国定居 本来就应该被教训 何况他们生事被杀 都是咎由自取 乾隆的这一发言 直接导致海外华人的社会地位 不断下降 试想一下 在外国人眼里 华人的祖国都不拿他们当回事 谁又会尊重他们呢 中国古代 有个令人浮想联偏的群体 他们虽为丫鬟身份 却不低 他们的房间与主人相通 罪以窥见归房之乐 他们不仅是少爷的启蒙老师 还是女主人的替代者 感谢